第十三題 Many important legal blank concerning the tragic incident have now been preserved in the museum 好,我们看一下这句 他说呢,many important 有许多有一些重要的legal 好,我们看看这个字 legal这个字呢,它原本的意思呢 我们就叫做跟法律相关的 好,我们念成legal 它的意思呢,我们中文就翻成所谓的法律的 OK,好,那讲到这个法律的这个字呢 我们就要讲另外它的相反词 那它相反词是什么? 就是违法的 来,我们看一下 违法的,我们就要在前面呢 加上一个ill 好,这个ill的意思呢 就是not的意思 那不是合法的 不是合乎法律的 那么就是违法的 好,所以他说呢 许多呢,重要的关于法律的什么东西 好,我们看看这个字没有 这个字呢,叫做concerning 好,那concerning呢 这个字呢,在这边呢 它其实是一个介系词 好,那这介系词呢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所谓的 关于或者是与什么什么有关 好,这边呢 提醒同学的 它是一个介系词 那concerning这个字呢 其实呢 它是由一个动词所演变过来的 那这个动词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concern 那么音节分一下 con一个音节 然后接下来呢 cern一个音节 那concern这个字呢 在后面加上ing 就是关于关心 就是关于关心 是一个介系词 那当作动词的时候呢 关心 那同学呢 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所谓的情绪动词来看 因为当你关心某一件事情 或者某个人的时候 你的情绪 通常会被对方或那件事情呢 所牵着走 被他所影响 所以你把它当成是一个 情绪动词来看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呢 产生出一个这样子的句型 这个句型呢 建议同学呢 稍微背一下 好 就是be concerned about something 某个人对某一件事情 感到关心 be concerned about ok 好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题目 它说呢 许多重要的 法律的什么 关于的tragic 好 我们看看这个字 tragic这个字呢 指的是悲剧的 就是很不好的 我们念成tragic 这个字呢 帮各位整理一下 它是一个所谓的形容词 我们中文呢 把它翻成悲剧的 那它的名词呢 应该叫做tragic 好 tragic呢 就是它的名词 我们中文呢 就翻成悲剧 好 所以呢 许多呢 重要的 法律的什么东西 关于这个 呃 悲 悲惨的 incident 好 那各位 incident这个字 我们稍微要讲一下 incident这个字 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中文呢 把它翻成一个事件 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我们叫做 incident 那有一个字 跟这个字的拼法 跟发音有点像的 我们念成 accident 那accident这个字呢 也是个名词 但是它不是事件 它的中文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翻成 所谓的意外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accidentally 这accidentally呢 它就是一个副词 那个副词呢 它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好 就是意外的 好 所以我们衍生出 另外一个片 叫做 by accident 好 那by accident 就是一个介细词 偏语当 副词所使用 好 所以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题目 它呢 关于这个呢 令人感到悲哀的 这悲剧般的事件呢 have now 好 所以各位 这个句子呢 全部所有的主词 就是从这个地方 many important legal concerning incident 这个地方 全部呢 都是一个名词 那动词呢 就在我们这边的 have now been preserved 如今呢 已经被preserved 好 那preserve这个字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preserve这个字 好 preserve这个字呢 当作动词 当作动词呢 它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来我们看一下 中文呢 叫做保存保护 或者是维护维持 这个字 我们就叫做 preserve 就念成preserve 好 所以呢 preserve呢 它被 现在已经被保存 保存在什么地方呢 好 这边有个地方 附持片语 保留在 保存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好 所有的 法律上面的 什么东西呢 好 所以我们看下面的选项 好 那我们看 第一个选项呢 念成 distribution 好 那distribution 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名词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翻成 分发或者是分配 那关于这个distribution呢 它其他的单字的补充呢 等一下呢 我们在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呢 再继续来讨论 那第二个B的选项呢 来我们中文呢 这个字呢 念成 formation 好 那一开始呢 同学应该知道 这个字呢 跟forum有关 那forum这个字 本身可以当作名词 当作名词的话 我们中文 不要当 翻译成表格 它也可以当作 几乎动词 叫做形成 形成什么什么东西 好 这个formation 其实这个字呢 就在后面 加上一个ation 就是所谓的 形成构成 或者是组成 那呢 跟这个字呢 更类似的 还有另外一个字 叫information 各位还记不记得 这information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资讯 或者是消息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C 好 第三个C呢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 document 我们看音节 do 一个音节 q 后面呢 一个ment 好 document 那document 这个字呢 其实这个字呢 同学呢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 为什么呢 这个字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中文翻成文件 各位 你们发现 当我们在用 那个微软的office 这套 软体里面的 word 的时候 当我们把档案 储存的时候 各位 你们有没有印象 它后面呢 都会有一个什么 都会有一个 所谓的那个 副档名 那个副档名呢 我们中文 英文呢 写成什么 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印象 就是doc 那这个dot呢 指的就是 document 这个字的 取它前面 三个字母 doc ok 好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下面 最后一个字 好 最后一个字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这个字的意思呢 叫做建造 建设或者是建造树 那这个字呢 当然很清楚的 它是从construct这个字呢 演变过来的 那construct这个字呢 它中文的意思呢 它是个动词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建造 或者是构成 那这个字其实可以从它一个最根本的字根 那个就是structure这个字来的 好 structure这个字呢 同学呢 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翻成所谓的结构 那我们知道呢 建筑呢 它的稳不稳固 最重要就是跟它的structure有关 好 所以你们发现 都有一个struct 这个字根 structure 这个struct这个字根 好 所以这个字根呢 也相对的重要 好 所以我们说呢 除了这个字呢 我们可以衍生出很多其他的字 这边我们再补充一个字叫做instruct 那instruct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集物动词 它的意思呢 叫做指导指示 或者是吩咐 我们常常呢 会有一些 一些上级呢 给我们一些指示跟命令 那这个动作 我们就念成instruct OK 好 所以呢 看完四个选项之后呢 我们再来 回来过头来看题目 好 那说呢 many important legal 好 所以这边我们看得出来 应该是什么东西呢 会被保存在博物馆里头的 那当然不是所谓的分配 形成或者是建构 它一定是什么呢 一些法律上面的文件 好 所以这个答案呢 我们就选择第几个呢 选择第三个c documents 好 所以这个题目 many important legal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tragic incident have now been preserved in the museum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 来我们来补充几个单字 来我们先看来 第一个单字呢 念成distribution 那这个字呢 其实它是从它的动词 念成distribute 好 distribute这个字呢 演变过来的 distribute这个动词呢 我们翻成所谓的分配 或者是分发 那英文里面呢 这个tribute这个字呢 它其实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字根来看 我们常常有些字呢 是跟这个字 个字根 是那个 是跟相同的 例如说这个字 attribute 那attribute这个字呢 也是当作动词 那attribute这个字 当作动词的时候呢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把一个人的成功 归因于 或把这件事情呢 归因于谁的功劳 或把什么东西 归咎于什么人的 的错误啦 或者是不小心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字呢 也是蛮常见的 这个字呢 念成contribute 那contribute这个字呢 它是个动词 好 那contribute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所谓的捐款 捐款 或者是捐献 或者是贡献 好 contribute 你没发现这几个字呢 它都是属于tribute 这个字跟呢 所形成的一个字 好 那最后一个字呢 Andy呢 要帮各位同学呢 补充的是 关于第二个选项的 bform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 有很多的表格 需要填写 那填写的表格呢 来我们看一下 比较常用的就是 filled out 或者是 filled in 的form 好 那这中文呢 我们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填写 好 那填写 我们就用filled out 或者是用filled in 好 所以呢 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补充到这里